狐狸猫想要知道物体放在凹透镜前的成像长什么样子 荧幕前的你能不能帮助狐狸猫画出透镜的成像呢? 首先,我们知道凹透镜的焦点,并且标示为F 接着,要画出一个点的成像,需要两条光路径 第一条是平行光的路径 当平行光进入凹透镜时,光线会往外发散 详细在透镜中发生的状况是这样的 当光从空气中进入固态介质时,光速会变慢 因此,折射线会偏向法线 当光从固态介质往空气射出时,光速会变快 折射线会偏离法线 整个效果就是平行光射入凹透镜后,光线会往外发散 并且,如果将发散的光线往回延伸的话,会发现延伸线会交汇于凹透镜的焦点 为了做图上的方便,我们直接将两次的折射简化成一次折射来做图 先沿着透镜的中心,画出一条透镜的中心线 平行光进入透镜后,直接在透镜的中心线折射 画法是从凹透镜的焦点往平行光和中心线的焦点画过去 由此画出的线就是光经过凹透镜折射后的路径 这是第一条光路径 第二条光路径是画出直接穿过透镜中心的光线 因为接近透镜中心处的折射角度很小 所以可以直接近似成没有偏折的光路径 最后,当狐狸猫从凹透镜的右侧去看物体的时候 因为眼睛只能沿着光直线地往回看 因此看到的成像是由第一条光路径的延伸 与第二条光路径相交而成 因此看到的成像会是缩小正立的虚像 以此类推,当物体越靠近凹透镜时 成像也会越来越大 但是仍然是缩小的正立虚像 大家对于凹透镜的成像做图 有没有比较熟悉了呢? 同样的做图法也可以应用到凸透镜上哦 请试着在家练习画画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